本期菲尼莫属走进人民大学校园 勉向在校生展开实习生招聘专场 菲尼莫属啊 菲尼莫属 企业肯定是愿意走进校园的 我参加了北大 也参加了人大 我觉得这个我能看出学生也非常欢迎 菲尼莫属进校园就可以更加贴近我们每一个大学生 然后可以更好地向他们展示招聘和职场的真实的生态 我对本科教育就是通财教育 学生专业不重要 当当的理念是愿意自己培养人 自己带人 所以我们对应届生能够尽快地通过实习然后转正 对这个人才发展路径很需要 当当的CEO李博尽与十万深深学资展开全面 虽然我没有关注你 但是知道您还挺火的是吧 会聊天不会聊天 您在北大有一次演讲提到贵单位招募的人才 必须是985以及211 我上次上完以后一片骂声到微博 那些不是211说以后我们他妈就不到你们 去国庆辩解一下 其实是为了减低沟通成本 我已经挨骂了 这当你就麻烦砍掉啊 谢谢 当当网做了很多百货 这是我的第一个小困惑 你困惑我也困惑 经验难道就能建立洞察吗 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哪里 你现在有点不能自然提说了 更看中学历呢 还是更看中能力 您是硕士是吧 对 我们对是否硕士毫无关心 没用就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你看你看 你了解一下情况在说话吗 对 我是硕士 但我觉得硕士就白读了 没用 可能是能力反而更差 等着被硕士骂死吧 但是人大就不一样 营销不一样 人大的硕士还是很厉害 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非你莫属》 欢迎节目主持人张少宗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欢迎各位来到《非你莫属》中国人民大学实习的专场 感谢各位同学的热情 在这个专场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环节 站在我身边的不是求职者 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老板 而台上坐着的十位呢 不是老板 是十位求职者 我们会搞一次群面 提醒我们台上的每一位同学 你们的问题 你们问问题的方法 事实上都在讲你们的思路 你们的逻辑 因此希望每一位同学珍惜自己提问的机会 掌声有请 马上就要在我身边接受曲面的当当网的CEO李国庆 有请 你好 来 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当当网的CEO李国庆 没了 这是自我介绍 李国庆先生今天带来的职位是 这个无限BD总监助理 这是个干嘛的职位 就是当当无限互联网 这个业务策略和产品发展 在这方面的这个总监助理 对这样的职位的应聘者 如果要让您提出三点要求的话 应该有什么样的三个技能或者叫素质 那么因为招呼的是助理 并且是在校大学生实习 对吧 那么这三个要求我想第一个 一定是平均每天在无限互联网上待一个小时以上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在校期间做过很多商业的社会实践 参加过很多商业的社会实践 商业的社会实践 对对对 那去超市做促销算不算 算算算算 也算 就是它有别于工艺的等等那些 好 第三个条件 最好对当当的业务机会在无限互联网或者是电脑互联网上提出一二三提出三条意见 最好以批评为主 好 各位现场的同学们认为自己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 举手 没了 好 一位 大胆一点 还有谁 两位 还有谁 两位 三位 就三位能提出三条 我整天微博收到很多大学生给我的建议和批评啊 稍等 稍等 更客观的评价吗 每一个开微博的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那是几百万年里边的 但是事实上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诚实的只有三位同学举手 对于李国庆先生的成长来说这很重要 这需要我们来到大学用同学们的举手来告诉他 他每天都在蒙蔽自己 在麻醉自己 说哇 我发一条微博那么多人呼应 陆克 抱歉了 各位 今天你们也不用紧张 因为今天要来接受全面的 不是在座的各位同学 而是台上的十位 十位同学 你们现在处于黑暗的状态 在听完了李国庆先生对这个岗位的描述之后 有兴趣 亮灯 来接受这个职位考察的同学 是他们考察我还是我考察他们 先他们考察你 再你考察他们 好好好 不太习惯被考察 对对对对 会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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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常来 好 好 各位同学不用勉强 你们不用让李总继续麻醉自己 有兴趣就亮灯 没兴趣你们就在黑暗里 咱们照样可以聊天 十位 选择 不错 小同学呢 我不想麻醉自己 我能问问 你们是对当当网友更有兴趣呢 还是对李国庆更有兴趣呢 还是对这个无限业务的BD总监助理更有兴趣 我这样 我随便问一位同学 好不好 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位非常冷静的同学 这位同学呢 是学法学专业的 王松华同学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坦率的讲 我因为我的专业的问题 所以对这个李总提供的职位 怎么说 我对这个职位的兴趣 没有对前两者的兴趣大 就是对李国庆 因为今天我觉得我坐在这里 还有一个使命 就是作为一个法律人的使命 所以我要亮灯 我要坐在这里 你的法律人的使命是 你要接批李总 接下来所说的话里面 所有的假的 恶的和丑的 对吗 我不敢这样说 但是因为我之前关注过李总 然后我又是一个爱打握不平的人 跟我一样 而且问题是这个 我想问的问题 也关注到我个人的利益 就是您在北大有一次演讲提到 您就是贵单位招募的人才 必须是985 以及211工程学院毕业的学生 我想知道您从这个里面 您是就看这个学校的牌子 还是您觉得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就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我想访问您 一个非这些学生出来的学生 他们有很好的能力 在别的一个企业里做到了很好的职位 您到时候不会觉得很后悔吗 我上次上完以后 一片骂声到微博 那些不是211说 以后我们他妈就不到你 以后我们要 骂我说以后我们就 不去你当当网买东西 看211毕业的学生多 还是非211多 又骂的我这个 我这么表述 我仍不改变我的立场 那么我微博我也耐心回复了一下 应届毕业生 我们坚持211和985 像技术我们坚持985 这是本应届毕业生 非应届毕业生 工作几年以后 我们就不再看这个学历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 真的 你慢点说 你现在有点 不能自圆题说了 为什么我们这么选择呢 我也知道 这个211的人才率 都不一定比非211高 我负责任说 因为中国这种应试教育 轰上去的 都不一定高 但是我想说呢 当进行大规模人 这个面试啊 扩招啊筛选的时候 他这是一个 不得不用的门槛门票 211 985 我个人来讲是喜欢 这种名校的学生 因为本身来讲 他们能做这个学校 就经历了层层的选拔 那么证明他有 这种这个学习能力 非要教求211 我觉得这是非常愚蠢的 我自己是清华毕业的 我知道其实在清华 很多毕业生里面 也有不靠谱的 也有不合格的 而很多一般学校的同学 有的也非常优秀 让我们听一下 俄语专业的硕士 张景磊小姐 您在选拔应届毕业生的时候 是更看重学历呢 还是更看重能力 还是专业 还是看重某些 某种特在的一些潜力 好 就是这样 我肯定更看重能力 就是说您 但是遗憾的是 您是硕士是吧 对 我在企业内部讲的观点是 我们作为商业部门 我们对是否硕士 毫不关心 真的吗 硕士本科在我来讲一样 为什么呢 没用 就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我们不需要硕士毕业 听到 底下硕士 正在在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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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一下情况在说话吗 我说过很多次 不要打无准备之杖 各位同学 我觉得硕士非常好 我不是来 赵刚 我不是来公关来了 我是来通过面试 我想把我的用人理念传达出来 不见得对 我支持你一下 现场五字头的那位老板 好像你也是对硕士的兴趣不大 我相当有兴趣 都优秀的能力的人 一般来说 我说硕士 硕士有兴趣 不是我有兴趣 你对硕士和本科硕士优先吗 相对来说会优先一点 优先多一点 10%左右吧 人家多念了三年 你可是10%左右 我就要大10% 我在选拔人数 我们内部一点都不大 但是也不怎么 只要是硕士毕业 他就一定比本科毕业待遇高 这也是真的 他有直击直等规定 那也是一样的 我替国庆辩解一下 为什么要求985211 其实是为了减低沟通成本 因为你准备给人画条线 比如人力资源部对吧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见到老板 或者见到国庆 对吧 所以说有这么个一条线的话 沟通成本会低一点 好 回去也挨骂了 好 请坐吧 把那个话筒 把那个话筒给 清华大学 这段就麻烦砍掉 谢谢 我们不光不会把这段砍掉 我们还会花点钱 买一点地铁里面的广告时段 让那个女的叫完了之后 就播你这段 好吧 我也想说一遍 你也是硕士吗 对 我是硕士 但我觉得硕士就白读了 没用 因为那个 因为就是 你如果是这个 比如市场公关类的 它强调你的实际工作经验 其实本科毕业职业工作最好 可能有些开发类的工作 是可以做这个 硕士可能会好一些 你不是理工科吗 对 但我后来没做开发 所以我的硕士其实白读了 浪费教育资源 对 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硕士 跟十年前不一样了 就是现在很多学生 他是怕工作 怕进入社会 所以他去再读个研究生 可以在学校里再待两年 所以现在阳生毕业 不一定意味着他有高智商 他可能是能力反而更差 是这个问题 等着被硕士骂死吧 但是人大就不一样 名校不一样 人大的硕士还不一样 哎呀 沐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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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吐莲花 他不光是口吐莲花 沐妍你的这番话 真是又当什么 又立什么 对 上刚 另外还有一点 就985 不 211 还有一点 就是在某种程度 代表的一个学习能力 好 行 坐回去吧 你是清华大学的 学习能力也一般 坐回去吧 可以了 来 来 来 各位同学 来 把握住提问的机会 因为提问的问题 不仅仅是你们的好奇 也在显示 你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来 哪位 来 李老师 你好 我是明文斌 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您对那个 无线互联网BD助理的 这个职位 他需要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在他的业务范围内 是需要 策划能力 还是组织能力 还是沟通能力 还是技术方面的能力 基本的前面那些任职资格 我已经讲了三条 我不重复了 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 无线业务呢 它确实分几块 有程序开发 有产品经理 有市场推广 还有最重要是业务策略 就通过无线互联网能干什么 这四块 你如果 我想程序这一块 我们这边 应该说 有专业人才了 有专业人才 五十多人了 我今天不是这个 主要是业务跟产品 和推广这三块 之前我们大家 就是大学生了解 当当网都是买图书 然后现在我们知道 就是随着电商大战 愈演愈烈 当当网做了很多百货 对 还卖鞋了 现在 对 现在就是面越阔越广 但是可能就是 大家的注意力 有点分散 您是怎么来 为什么不还主打图书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当网很多折扣 也给现在大学生 带来很多便利 这是我的第一个小困惑 你困惑 我也困惑 你看 你是出版专业的人吧 中国图书市场 盘子确实不够大 没法实现 我这个企业的帝国梦 所以我只好去再扩展 好 这是他作为业内人士的回答 小温 我给你一个旁观者的回答 他发现其他以前卖鞋的呢 现在卖书了 然后心里面就不服嘛 说你卖鞋的你能卖书 我卖书的凭什么不能卖书呢 于是卖鞋的卖书了 随后卖书的卖书了 这个真不是 其实这是你的每一个企业家都在面临的问题 是在做加法和减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 这个环境的设置非常有意思 就是让老板呢 接受我们十位这个应聘者的这个面试 实际上也欢迎着心态去理解这个面试者 他们所掺涉的这种压力 很有意思 很有启发 纵观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电商网站 然后我发现就是像我们的当当 还有像京东 它的版面都是比 就是比较稍微的刻板一些老土一些 我在这里想提一下巨美优品 巨美优品我们发现 它的那个页面都是粉红色 因为跟它的目标就是客户有关系 它的目标客户是以女性为主 所以可能粉红色更会吸引女性消费者的注意 你就直接说我们这几个老牌电商网站 就像几个老牌门户网站一样 很山寨 其实 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呀 当当网算页面做得不错了 你把视线投入到这 有一个五字打投的网站 打开首页之后 就有给它跪下的冲动 相比较当当可以 不不 我不满意 我估计你说五字打投的跟我困惑一样 页面太多 我现在刚改了一部分页面 感觉这个洋气了 像这个巨美优品一样洋气了 但更多的页面还没改过来呢 因为信息量太大 但我跟你说 国庆兄 要不你 你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企业家 你知道那个五字投那企业家 每次人一说你的页面太乱 你知道人家都会反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反思过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乱呢 然后他说这话说的还特别理直气壮 很多人都说过我们页面乱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为什么不改呢 因为你们所有的钱都去喊了 就打广告了 没来得及赶 沙冈老师 沙冈老师这边 我记得您刚才的话题说 这时我要为那个姚中打抱不平 因为五八同城的定位 在他的服务市场定位上 是一个提供生活信息的网站 然后我们生活信息又分很多种类 又会杂七杂八会很多 所以说五八同城 页面乱越乱 说明他提供的服务越多 这是我们应该支持的 我认为 沙冈同学 我想打断你一下 你注意你今天是来找工作的 不是被雇来给姚晋波当打手的 对对对 李老师您好 因为我是纯来找工作的 因为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毕业证也都已经拿到了 英国那边都已经都完事了 博明汉大学英语教育专业 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 因为您刚才说了 您提供这个助理的职位 可能是有四个方向 那可能说我对电商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但是只要是具有这方面 你敢于挑战 敢于抓住机会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给您留灯 希望您可以关注我 好好的 惠惠太直接了 坐到上面 一坐有时候就忘了自己的角色 容易迷失 好多同学提问的角度 感觉不是在接受面试 而是在面试李国庆 问的问题都不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十位 现在主动权仍然在你们的手里 通过刚才这样的交流 大家综合分析 去或者留 十位 选择 张军离开 张军离开 中华离开 小文离开 张军为什么离开了 我呢是学法律的 而且呢我现在主要就是 方向就是经济法 税法这一块 所以我想这个方面 一个是我不太了解 另外呢可能我这个专业的这个能力 可能不能够比较符合李总 关于这个人才的要求 好的 各有所需 同时学有所用 三位离开之后 场上现在还有七位 郭庆兄 现在到了你提问的环节 那么我刚才跟这个 这个现场的嘉宾和观众我们聊起来 那么大家到底在无线互联网上 我是问大家所有的问题 无线互联网上平均每天要花你们多长时间 不管是看新闻买东西都算 注意是无线互联网 来 挺紧 我觉得至少四个小时以上吧 无线互联网 对 就是我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拿手机看新闻 买过东西吗 买过东西 就拿手机买 来 招名 平均每天应该在三个小时以上吧 主要的我可能就是对电商上网的时间是更多的 比如说当当 我自己心自购物 在无线互联网上买过东西吗 买过 而且经常的 在当当网 无线当当网上呢 当当网上也是 我经常的 你用的哪个客户端啊 你是安卓的还是苹果手机啊 我就自己的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 张老师我能提个疑问吗 虽然我们也登了 但是我要为场上还亮灯的选手问个问题 就是到现在为止 李老师您问的问题 尤其是第一个问题 怎么像在为当当做调查 尤其市场调查 这个如果要没有 我刚才说这第一个要求 尤其是您在不停的追问的过程中 我怎么觉得不再像为我们的实际选手提供 这个实际岗位呢 这个坎帅说呢 我像秘密 我上节目是最不愿意提 当当当当当当当网的 所以好多编导都愿意调调 我老是要怎样 稍等 如果你不愿意提 你就可以说 我是最不愿意提当当网的 你为什么要说 我是最不愿意提 当当当当当当网 我看到很多企业家利用在电视节目上 不讨论问题 老刷谎告 老刷你刷到最后编导咔咔咔都给你剪 没意义 我是也是节目游子了 是吧 但是今天面试 因为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必须拿出这个当当网 这个我批评你一下 宋华他刚才问的这问题 还是指向性很明确的 确实是 但是保有你冷静的 质疑的态度 欢迎 假恶丑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其实我有个小疑惑 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哪里 你这样子只能够调查到 就是我们每一个求职者 使用那个无线互联网的频率 是有多高的 但是跟我们是否联合 您所需要的那个职位 好像是不大相关的 然后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一天 先是感慨 再是回答 对 回答 然后我一天使用那个无线互联网的时间 大概是八小时 但是 八小时 对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在SNS方面的应用 对 微信啦 朋友圈 谢谢 我要回答他的问题吗 你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 这是 你得让他 他刚才那个问题 感慨也很好 就说 我们 这个 我已经好久不求职了 经验难道就能建立洞察吗 就是说 大家面试 大家找工作 你老遇到这样的面试官 问你过去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有时候就掉入经验主义 比如人类学研究 带学生 带学生 我认识一些人类学教授 就不愿意找本民族的人研究本民族 说汉族人研究汉族 没进 他没有fresh感觉 所以他说的观察是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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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来得及 因为我网不好 最近 咱搞英语教育 不关注我 没关系 那请问一下 你们公司有没有做微博营销 因为我就好久不在国内 对这个国内市场 可能稍微有一些不了解 但是说 就我所在的环境 我所在的那个城市 整个英国 它有很好的微博营销 然后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好多外国公司都很在乎这方面 惠威 我这赶紧打断 因为你不能再减分减下去 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微博活跃者 怎么可能没有微博营销 所以 我想说的是 那边微博营销 哪里做得好 哪边 英国那边 微博营销哪里做得好 那你说哪里做得好 我想 但这不是这个题目 这不是这个题目 我想跟您交流 对于李老师的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在于回答 上网多长时间 而是如果说你说 在这个上五线的 两三个小时里面 能够发现 当当的五线 应该怎么样去做 哪怕提一个建议 可能李国庆了 就会感兴趣了 主持人这什么 我提这个一个 更开放的问题 然后 让他们 谁愿意往上跳 谁愿意往上跳 谁跳 那就是你要提的 最后一个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 无线互联网呢 你看到当当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觉得 还能给当当带来 什么机会 说产品改进也行 说体验的改进也行 想想 最好用一二三 这么干净干净净的 要不然这个时间不够了 来小文 最后面灯了 但是以我个人而言 如果我浏览电商 我可能比较关注 像美丽说 就是在打发闲暇时间 我可以有很多浏览的空间 但是我们当当网做摆货 我就不知道从哪个角度下手 所以我们可以 我认为可以搞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排行榜 或者是主题购物 这样就是更符合一些 让大家有侵入点 对不对 好的 谢谢小文的建议 那你妈把灯给捏了 因为您刚才提到 就是需要商业背景 我做过商业社会实践 因为我之前学传媒的 整个就是四年的时间 都是围绕着 就是传播这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可能 跟您的要求有点不符合 当当网卖那么多书 还不是传播吗 本科是网的学生 但你要说商业 商业方面确实是我的软肋 我相信现在李国庆 一定非常后悔 因为这个女孩表现 确实非常优秀 非常好 当当主打的产品非常好 就是主打的是 音像图书和服装 是吧 这三种类型的产品的话 它价格来说是比较小的 所以在使用无线互联网的时候 就是浏览它的价格 和商品的详细信息的时候 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 而且在手机支付的平台上 额度也不会太大 我觉得是符合 这个时代的趋势的 然后增强社交功能 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用apps大部分 其实是在SNS功能上 而不是在购物的功能上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沙冈老师 沙冈老师这边 这边 一用户体验 我觉得应该关注于app发展 怎么样让用户更简洁的 能看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怎么样 更简洁 我觉得就在页面设计上 可以专注于产品的分类 比如说无线网络上 主营哪几类商品 就是顾客会在无线网上买的 就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出发 就是说 当当现在现有的志愿有哪些 然后这些志愿怎么分类 怎么样能让无线跟有线 做得更有好的结合 更有好的结合 怎么 怎样 这不就是抛砖引玉 让他选我以后我在想吗 他真的还没讲 还想着不说 好的 今天的感觉 有点像 你知道艺术类面试 尤其是像表演这样的面试 经常是这种 主考老师 您在这 哗来了十位同学 出了一个题目 说同学们预备演 然后同学们就演起来 每个同学都有自己演的方法 有的人专项强一些 有的人专项弱一些 但是当这个平台 铺展给大家的时候 真实生活当中的面试 就是这样 国庆兄 十位当中 有三位离开 还有七位留下来 经过认真的思考 你要决定 你把你这个职位的实习岗 交给七位当中的哪一个人 实习生招聘专场 睿智冷静的清华学子 人和令波士团躁动不安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是不收钱 然后再收钱 为什么我们没有改呢 你觉得 人家刚踩到你里头烧 你就开始蹦 大学生就要眼高手低 对 其实我没什么职位 就是跟着我学吧 您今年七十几啊 薛云 你介意我说你一个缺点吗 可以 我关大家来 不介意 我介意我就不说了 我比另外两个清华的 就更懂你 我觉得慕言 一个被踢出老板席的人 就不要再说什么 大神经的马农女 到底是如何修成正果的 大家觉得我像一个马农吗 不管像与不像 我现在都是一个马农 你是特别淡定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应该我没试过 但是应该是吧 低调的嚣张 脾气非常大 智商非常低 而且非常没有耐心 又非常非常小气的人 姚进波都崩了 已经两天以上就包邮了 我想问您 您钱从哪儿赚 我们不赚钱 一心没客户 撒谎 撒谎 她的人格 应该以后 挺有发展空间的 人格 胜在人 听到了吗 谢谢 您会成为一个更成功的CEO 不要吹毛熊丝了 小心一会儿战火 烧到您的身上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女人说要就是不要 国庆兄 十位当中 有三位离开 还有七位留下来 经过认真的思考 你要决定 你把你这个职位的实习岗 交给七位当中的哪一个人 利用你思考的时间 我们问一下下面的几位老板 李树斌 如果要让你在这十个人里面选 你会选谁 我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这个 我觉得这边的这个学生 最左边的 米文斌同学 对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 这几个学生回答的问题 都不是特别的具体 回答的问题都比较出向 点不是太准 点不是很准 但是我觉得这个 相比之下 我觉得这个同学 还是有些思考的 还能回答一些 一些我能够感兴趣的点子上 好 这是树斌的判断 姚敬波 我补充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米不错 他分析到了 互联网手机上购物 一定是轻决策 这个点判断的很准的 另外一个第二位 啰嗦 又随便第二位 他能够分析到 58网站为什么乱 说明他对互联网 是有研究的 因为他 谢谢姚总 他应该非常喜欢这个职位 我觉得做一个实习生来说 特别喜欢这个公司 特别喜欢这个岗位 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对互联网也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好的 谢谢 自吹自擂 刘慧璞先生 在这十位当中 如果是你挑的话 你会 我一选还是小米 也是小米 对 我觉得无线产品 偏BD 说话就像销售一样 一定要简明额要 话太多了 真的把技术人员都说晕了 把合作方也说晕了 但第二个 我喜欢今天第二位这个女孩 就是小文同学 小文同学 是这边灭灯这个女孩 是的 对 因为她特别爱巨美优品 谢谢 超纲 超纲 就像那个自私的人 就像自私的人 看见别人自私会特别恨 有的人在节目里 特别话牢 话特别多 他看见别人说话多 他也觉得特别难受 你就知道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今天观众看到了 每一点他名都出来抢话 你现在知道节目中谁话多了吧 我用沉默来回答 你用沉默 话牢就不能跟他 你用沉默来回答 说完这句话之后 你就不能说话 你用沉默回答 谢谢 沉默 太好了 来 李国庆先生 现在到了让您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首先今天我出这个题目 通过看大家的表达 就沟通能力 因为最基本的 第二个 看大家商业的基本逻辑感 但是我特别爱看第三条 就是他对我们公司 哪怕对我也行 当然不要对我了 最好对当当网的认同 更憨鬼的要职位 就在这一点上我都不满意 在这点上都不是特别满意 我们同学有时候 没表现出来 他也有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坐着 他也不太好表现出来那种急语 那种可欠 这个实习岗的亲近是 本科我们是2800 硕士是3500 好的 如果是本科2800 硕士3500 注意是实习岗 接下来您就要告诉我们答案了 在剩下的七位当中 您的选择是 小米最突出 米文斌同学 来吧 热烈的掌声 送给小米 你是哪个学校啊 我是中央台经大学 是211 对 小米 来站在这儿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李总专门说到 你没有那么渴望 那么迫切 其实我可渴望了 因为我觉得 当当网是我一个专业 非常对口的一个行业 渴望 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有小小的虚荣心 你懂的 那是什么同学啊 掌声就不要累 二位单线 我很喜欢小米同学 很有大机关 李国庆 跨跨要走 小米同学拦住 不错啊 各位发现了吗 老板们都有虚荣心 所以他们真的在乎 你对这个职位 是否 饥渴 是否有强烈的 拿到这个机会的愿望 接下来 包括李国庆在内的 十位老板 要正式的开始 我们今天的大学实习岗位的面试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菲尼莫属中国人民大学实习专场 十位老板 已经就座 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实习岗位的 第一位求职者 金宇 21岁 清华大学车辆工程专业 本座 现场的各位观众 大家好 各位老板大家好 我叫薛宇 来自内蒙古包头 今年21岁 我现在就读于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 车辆工程专业 今年大三本科再读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这个舞台 希望找到的是一份 企业管理培训生 和助理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谢谢 欢迎来薛宇 张工老师你好 包头的 对 老乡 这个专业在清华大学老好了 我也这样认为 那你为什么来这儿找实习的 你应该去找汽车的企业 就是我在之前的暑假 有去过一些汽车企业去参观 然后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 不是特别的浓厚 另外的话我对于这样的一些 在座的各位老板的一些互联网企业 还有包括在座的一些教育企业 是比较感兴趣的 你是对互联网企业的兴趣很大 对 互联网企业还有一些教育企业 因为我之前在教育这方面 有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创业的一个经历 那你对互联网企业的关注多吗 还算可以 还算可以 来看 当当网了解吗 还算比较了解 列举当当网的三大问题 那我就直接说问题 当然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当当网的话 首先它之前是做图书和音像起家的 但是在后来的话 我发现在当当网上 它所列举的一些产品和商品 更多的趋向于一个类目的繁杂化和多样化 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对于当当网这样一个企业来的发展来讲的话 并不是非常有利的 二 二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当当网就是 它在做图书这方面的客户体验 可以借鉴传统的一些 就是图书行业的一些体验的这么一个优势 比如 比如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互联网 就是在您的当当网上去买图书的时候 我对于书的一个实际的内容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浏览和一个把握 亲爱的薛宇 亲爱的薛宇 我看你这个求职意义像是互联网和电商 那你就说个最时髦的名词 O2O O2O 你刚才说的很好 尤其第二条 就我们纯电子商务 纯网络公司 就缺乏线下的体验了 O2O就说 Offline to Online 就从线上线下打通这种体验 说的很好 来 巨美优品了解吗 毛病 巨美优品的缺点在于 之前因为巨美优品 它是做一个团购的网站起家 现在发展到一个 潮向电子商务这么一个平台发展的一个过程中 我觉得 首先在巨美优品登陆您的网页的主页的时候 我看到的大量的信息 仍然是和团购相关的一些海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 没有经过一个非常有效的整理和组织 另外一方面的话 应该把您的电子商务的这种 就是巨美商城的这一页 放成这一个巨美优品的主页 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 才是一个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图道 这是他的建议 他的建议 不用点评 不用点评 说挺棒的 不用点评 接下来说一下优点 不用说优点 好吧 那个吧 这样也没有什么优点 好吧 好乐买 好乐买 最近好乐买也一直在推出手机的客户端的应用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客户端的应用 在我用起来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 可能是因为其中的一些网页的代码设计 还有包括就是说 其中的一些在手机应用的 客户体验上面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我觉得 好的 来58同城 毛病 58同城 58同城 那毛病多了 是吧 来一个一个说 一 一 58同城 第一个我觉得首先 手艺也太混乱 二 对 手艺也太混乱 二 之前我在网络上听说过 58同城可以在上面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 交易信息 你就编了一个假的方法 对 所以我自己尝试着去用这样一个虚假的手机号码和一个虚假的账户信息去在上面发布一条信息的时候 它竟然成功了 它竟然成功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58同城来讲 这叫非常重要呀 这是非常可怕的 我就顺着问吧 不是 顺着问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你稍等会儿 你等 我们这说你毛病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那么不虚心呀 我跟你说姚进波 大气 这点向李国庆老师学习 你呢 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商人是什么样啊 成功的商人是被踩到尾巴之后 不管疼不疼都假装不疼 而你现在呢 人家刚踩到你尾巴烧 你就开始蹦 我怕忘了 有个问题我要问他 要考他的能力的 好 这个 你觉得58会没发现那些问题吗 为什么我没有改了这么多年了 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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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和我周围的一些 关注58同城的同学 有交流过 就是说首先我觉得 首先从您的网页上来讲的话 这个网页它做的是版式 不管从版式来讲 不说版式 我就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发布一个虚假信息上去 对 为什么我没有改呢 你觉得 我觉得没有改的话 首先就是可能在 真正能够找到这样一种 能够遏制发布虚假信息的这么样一种渠道 还没有特别的成熟 但是我觉得58同城如果能在这个方面 比其他的同等类型的网站做的更超前 更领先的话 我觉得58同城未来可能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姚晋波批评你一下 你这个问问题问的 我难得见一个人 说看问题看到还是比较准的 因为伤了很多人 很多人只看到见面对吧 那个薛同学看得还是比较深入的 那是因为人家清华的 但是注意 注意啊 晋波 你这种追问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 被人问到点毛病之后激眼了 我来替薛宇说句话 大三大哥 你多的岁数了 人的多的岁数 但是小孩 这个晋波能这么追问 真如他自己所说 这个小伙子都不一般 他对商人的理解可不是不一般 因为他我认为 我也替你打算一句吧 我认为他到了85分 我看到有没有到95分 你觉得他现在能到85是吗 没有 国庆你也觉得他的状态不错是吧 这个清华的实地非常棒 该说说 但是他好在哪里呢 就我想找那种商业逻辑非常强 你这种逻辑是顿悟啊 还是就读书本知识啊 还是你有很多社会实践啊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第三种社会实践 因为我在参加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的 这个过程中 从整个团队的组件 到后来包括和一些投资人联系 还有包括后来 整个我们想要去成立 这样一个公司 整个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中 和周围的一些同学和一些老师 还有包括接触到学校里的 你实际创过业吗 没有 创业大赛 就是大赛 大赛 好各位来 我必须要给我师弟这个讲几句了 因为他们 你们一直在追着他 一二三 实际上他的反应非常敏捷 而且他的商业感觉非常好 因为我也是汽车系毕业的 我是这个 真的吗 对 我就是清华汽车系毕业的 我见过这么夸人的嘛 他思路非常好 不不不 什么都很好 我也是这个 下面我说一些事 现在我给你一个思维 而且给你一个创业的机会 我要把我这个线下的法律服务 搬到线上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的话就是说 在专业度方面 一定要有非常知名的这些 专业度 就是专业度非常高的 这么样的支持 知名律师要参与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 我要有大量的客户案例 第三的话 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说 把这一个量扩大 把市场推广做大 未来线上是一定要付费的 我觉得他的感觉非常好 因为他是完全一个陌生的领域 他可以说 他可能在进入这个舞台之前 根本没有想过 这个律师行业的 老板都评价 这位学生的商业感觉非常好 其实培养商业感觉 你要么在行业当中 摸爬滚打之后会有 要么其实你做一个 有商业视角的消费者 也同样可以获得你的商业感觉 所以我非常力挺 我这位小师弟 大三的学生 现在要一个实习港 去或者留 选择 留别动 十位都在 来 天生我有财 你们在座企业你排序是怎么样的 因为感觉你看过 不要怕伤人 在排序之前我必须再强调一下 你排最后一位 好吧 来 排序 首先的话我想去的是在座因为有教育的企业 我是唯一的这个教育企业代表 还是 我觉得第一想去的应该是教育企业 因为就是黄总您所在的这样一个 陪生教育集团是一个国际化的 这么样一个非常大的舞台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找到自己更大的一个发展平台和空间 第二位 第二位我想去的应该是 爱乐活 爱乐活 对 因为我觉得他的网站做的很吸引我 他是唯一一个 我觉得在我看过的所有网站里面 我挑不出太多毛病的 第三 第三是巨美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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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就这样 五八同城排第十 排第 倒数第 三 倒数第三 好 太好了 谁排倒数第一呢 说实话 咱俩是老乡 我会保护你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之前对于法律这一块的东西不是特别了解 而且不是特别感兴趣 你懂的 姜柔 好 行了 把话筒放下 沉浸在痛苦里吧 好的 你知道学法律的人会有很多人恨死你了 你知道吗 银科律所多大的律所 有多少学法律的人都要去呢 你就这么伤害他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去 伤害了你又怎么样 来 其实我非常欣赏薛宇 他的才华还是值得认可的 那其实呢 像我们也在关注很多这种电商 你觉得像这种 就是做新能源 将来走电商之路 是应该怎么一种模式 新能源我觉得目前不适合做电商 为什么 因为就是通过之前 我在学校里面 就是在我们系也有过 关于新能源方向的一个 就是针对我们 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市场的调研 就是通过这个调研来讲的话 目前新能源的发展技术 首先它在技术方面 面临一个非常大的瓶颈和壁垒 在通过这个瓶颈和壁垒之后 我觉得它才有拥有 这么样一个进入电商的一个资格 和这么样的一个条件 薛宇 你介意我说你一个缺点吗 可以 不介意 不介意我就不说了 对 薛宇 我觉得你各方面思维逻辑 包括这个基础素质非常好 这个如果你选58的话 我们百分之百分开心的 对 这个但是有个缺点 我觉得提出来的你有好处 这个对你 你毕竟91年的是吧 今年22岁 这个大山 对你一些不了解的行业 不了解的这个专业 你完全可以说不知道 不确定 或者可能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满 比如说刚才那个太阳能 适不适合这个电子商务 其实你回答你不知道 或者说可能不适合 会比你说 肯定不合适做 电子商务 会好得多 对很多问题 你的判断也是这样 往往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 你就把它当一个结论 往往是 可能要往深了 去追一层了 追两层甚至 就是刚刚姚晋波说的 这个我非常认同 在所有老板提问的过程中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是急着表现你所思考到的 而是你要想想 我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我要展示我的什么才能 还有第二个 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在那什么角色 你回答问题是站在建设性的角度 是在做贡献 还是站在找茬的角度 在做破坏 好 来 贡献 我觉得薛宇非常吸引我 真的是闭门造车 出门合折 就靠阅读大量的书和文献杂志 我大学就这样 我就这样 我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 但是我想说 我对你的观察 我觉得你的致命缺点 不见得对 你可以不接受 你把自己保持一个很高的带分配状态 是的 你太纠结你要的太多 你没有决心在某个事情上扎一猛子 这点也像我大学时候 我大方那时候很迷茫 国庆这个不对 他实际上是一猛子要扎到教育里面去 没有 他过来就是凑着我们来的吧 你麻痹了 他想一猛子扎一个跨国公司 要一个光圈光环 我说我大学就是很像他这个样子 一个著名的学者说 国庆你跟着我做学问 保你三十岁成名成家 我就使劲做学问 然后又有人说 你跟着我 保你升官 一毕业就找个副县长让你当 真的 什么都想干 又想做创业 我觉得这个是你今后 你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注意 我在给我的小学弟 小老乡说句话 我们才大三 我们才大三 我们还年轻 我们 你们这些老板 一个个听不得批评意见 我们批评你们一下 你看一个个乍字乍的 我们是善意地提醒 我们都年轻惯来的 听我的 年轻时候就要有冲劲 就要批评别人 年轻时候不批评 就要脚踏实地地干 不错了 隐风咖啡之意我们不去 我的观点就是 大学生就要眼高手低 对 你本来手永远是低的 你眼才不高 百无益用 对 眼高手低指的是 要低下身段来干活 才叫眼高手低 隐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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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相如你还不走 我就不走 我就不走 好 有人就不走 有人就不走 听一听七家提供的职位 好了满 树斌 你好 我给的就是管理培训生的岗位 就是各个部门轮岗 好 管理培训生 来 黄威 我给的也是在这个原考试部 那么去主要推广这个培训生学术原考试 那么作为管理实习生的这样的岗位 好的 我亲自来带 58同城 那全阵的护声很高啊 希望你加入58同城 这个58同城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什么岗位 什么岗位 这个广培生 广培生 好 来 当当网 我请 我们数字业务事业部 也是管理培生 那么有四个岗位可以转 但是就是数字阅读 数字业务 明白了 来 剧美优品 我们的产品部 从副总裁到总监 全是你清华的教育 整个一个清华系 所以你来了以后 从你现在开始 你在学校里也像在学校 在剧美也像在学校 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 那我们还工作个什么劲 我们在学校像学校 我们到了工作单位 还像学校 换种说法 你在学校像在工作单位 在工作单位还像在工作单位 多好 产品部的实习感 对吧 来 银科律所 向上 轩宇 你属于是把我排在到处第一 但是我还要负责任地给你一次机委 我们银科的法律电商 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个客户体验 培训生 爱乐火 其实我没什么职位 就是跟着我学吧 我觉得在我身上 你可能能学到一些 就清华过来人 怎么仰望天空 脚踏实地 然后遇到什么挫折 爱乐火又是一个 在这里面 现在是创业期的高成长期 好像就你们清华是仰望天空 脚踏实地 不是 李老师也是北大中间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蔡虎 蔡先生 您今年七十几 你说话都是一副老头的样子 我就不提供职位了 来 给我 不是 因为他是实习 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他哪个岗位最合适 可能过了两三个星期 我再把你放到最合适的部门去 好的 提供不了职位 你懂的 一个学长 做企业做到了 连个职位都提供不出来 你觉得这样的企业 是不是特别有发展前途 是吧 来 我觉得对他负责吧 好的 谢谢您 邵刚 邵刚 这边 这边 那个清华的师弟 你可以选择 谢谢你 再见 百合网欢迎你 到百合网做我的助理 好吧 十几岗位 谢谢 谢谢孟严师长 我今天是替徐瑞做第二主持人 谢谢 但是这么好的人才 我不得不跳出来 我要变身为老板 孟严先生 你知道沉默是今 我比另外两个清华的就更懂你 真的 我觉得沐延一个被踢出老板席的人就不要再说什么 想我再想一想 连老板都不让他当了 不要变污了我们 不要用什么 你懂的 不要用什么 我只是说跟在我身边 但不给他说什么总裁助理 这种都是虚谎 我再补充一句 互联网跟教育你都可以选 好的 但是我是做过两家公司 教育公司跟互联网公司的 学校教育一个上市公司是我做的 所以说你过来的话 教育行业我们肯定也会发展 好好好 特别好 你们说的都特别好 大家看到了吗 一旦当这个平台上出现了一位优秀的求职者 无论他要的是一个职位 还是哪怕仅仅要一个实习的岗位 老板们都会挖空心思的抢人 薛宇走上前去 不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话 灭灯走人 从你最想灭的排名倒数第一的开始 哇 为什么 你跟老书彬在这坐着老实芭蕉的 再见 姚敬波 再见 郭靖 再见 刘慧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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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留下来的两家是陪生集团和爱乐活 谈钱不上感情 还是要感谢这个薛宇 我从你身上看出了这种教育的情节 这教育是非常大的产业 那么我们每个月呢 就是一公司在三千块钱 但非常重要对你来讲 就是我们带你在一个产业的高度 那又在实践的角度 非常好 去看待这个工作 实习岗 实习岗 蔡总 你的敏捷的才思 你的逻辑 对未来的这种大数据的歌计划推荐 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提供我们本科生的实习岗位是三千二百块钱 你如果 标准是这样的 我们是统一的 所以它可以按日记 因为你如果不能每天来 也可以按日节 是这样的 思考一下薛宇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陪生集团 还是爱乐活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 再见 大神经的马农女 到底是如何修成正果的 大家觉得我像一个马农吗 不管像与不像 我现在都是一个马农 你是特别淡定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应该我没试过 但是应该是 低调的嚣张 脾气非常大 智商非常低 而且非常没有耐心 又非常非常小气的人 姚晋波都梦了 已经两件以上就包邮了 我想问您 您钱从哪儿赚 我们不赚钱 以欣慰客户 撒谎 撒谎 她的人格应该以后 挺有发展空间的 人格 胜在人格 听到了吗 谢谢 您会成为一个更成功的CEO 不要吹毛熊丝了 小心一会儿 战火烧到您的水上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女人说要就是不要 你的选择是陪生集团 还是爱乐火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爱乐火 谢谢太总 谢谢太总 爱乐火它是一个目前正在处于一个上升期的一个企业 在处于一个上升期的企业里面 真正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容易的 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思路予以实现 这是一个我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别说话了 蔡虎 现在你再说话叫得了便宜 还 我刚才想谢谢你 不是 你不用谢谢我 对面还有一位叫黄威的先生 好吗 收一下笑容平静 来自清华的这位同学 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大三的学生身上所具有的潜力 下一位 一 二 三 朱建如 安徽人 北京邮电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硕士 大家好 我叫朱建如 大家觉得我像一个马农吗 不管像与不像 我现在都是一个马农 什么 马农 就是IT民工 程序员 代码的马农 编码的马农 各位boss 大家好 我叫周建如 我曾经在2012年百度产品大赛中获得优秀作品奖 同时我还做过自己的iOS上面的APP 同时我还在搜狐公司做过三个月的程序研发工程师 所以我在这里应聘的职位是互联网产品经理 你怎么那么想 很想 不好意思 我是第一次上电视 所以我平时就不能 谁平时也没事 不老上电视玩 对不对 对 有点紧张 是 平时喜欢干点什么 先说 编代码 编代码 编代码有什么让你觉得喜欢的事呢 就是有那种改造世界的成就感 你把一个程序调到没有bug的时候 然后运行通了以后就会觉得很开心 好 好 好 对 你是不是那种学习成一个特别好的同学 对 永远有比我学习更好的人 所以我不敢这么认为 你是性格就特别淡定 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应该我没是我 但是应该是吧 你知道什么 有一种人叫做低调的嚣张 是 她这个女孩非常优秀 她的气场就是这种低调的嚣张 你生活当中 你的同学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呢 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很靠谱 很靠谱 对 我说我做到的事情 他们就很相信我 因为我肯定能做得很好 如果我说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他们也不会勉强我 那你比方说 刚才你说 你特别喜欢编代码 对 江同的问题 你考察过这些互联网企业吗 或者说 考察过 考察过 这些互联网企业当中 你最喜欢谁家的网站 我最喜欢的是最美优品的 为什么 我可以先说我不喜欢的吗 注意啊 各位老板 周倩如如果说她不喜欢 那就是我们真不喜欢 好 不再几眼都被说的 好 首先我想说五八同城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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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子铺的太大了 您的互联网的用户 包括了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 不分国际 以及不分职业 还有兴趣爱好 教育之类的 每一个人的一生 一生中的每一年 每一天 每一小时 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 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 您的产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非你莫属 加上《非诚勿扰》 加上大街网 再加上百合网 再加上 洛河网 可以这么说 互联网 现在的互联网一个趋势是 less is more 越简单越好 可是您的网站打开了以后 让我觉得很累 怎么说 其实做好一个互联网产品 非常简单 你只要把互联网用户 想象成为一个脾气非常大 智商非常低 而且非常没有耐心 又非常非常小气的人就好了 你能把这样的人给伺候好了 您的互联网产品一定会更多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把互联网用户想象成什么 智商非常低 脾气非常差 没有超级没有耐心 而超级小气 不肯出一分钱的人 我现在在学校里 这个比较牛的学生分为学霸跟大神 学霸是比较刻苦的学生 然后大神就是像这位女生一样 她的能力 她所掌握的这个东西 已经到了神仙级的水平了 给我一个一定要去你那里的理由 亲爱的我不得不给你看讨一下 这个特别笃定的 这个很好 对 你五八成程你知道现在在中国网站里面排多少位吗 流量 你估计 我知道您排的挺高 因为我在这里我只说缺点 我不说优点 对 那为什么什么五八有这么多缺点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用户用 你想过没有 我说你的用户有那么 你的网站有这么多的缺点 并不代表你没有人用 就是说可能很流行 因为你的网站很流行 所以我才要在这里说你的很多缺点 对 我想让你变得更好 是是是 先如是这样 你就回答一下她的问题 我把这问题改一下 改一下 因为你的业务做的其实还挺不特的 有什么东西四五八有 垂直网站没有的 你想想吧 你想着我跟大家聊 你想想想想 想建如不着急 我跟电视机前的各位求职者说一句话 好不好 以后麻烦你们来了之后 别挑五八同城的毛病了 好不好 因为你们一旦挑五八同城的毛病 他就不依不扰 没完没了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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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广告做的很多 广告做的广告 广告做的很多 嗯 你的广告这个宣传 其实做的挺挺挺挺好的 第一广告做的很流淡 你的业务确实也是有用的 我说实话就是 因为五八同城它所设计的页面特别多 所以容易被互联网的产品经理所研究 你比如说研究垂直型电商 巨美油品 搜索类的 商城类的 那肯定研究不到巨美油品了 那就是当当了 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话 实际我们每家企业都在用五八同城 包括客服什么的 我为什么要帮老姚说这句话呢 实际上我觉得老姚应该高兴 就因为你做的太多了 所以每个人都在研究你 我觉得直来直去特好 我特别希望你给巨美油品提一个缺点 你的盈利模式有问题 您说 你的两件以上就包邮了 我想问您您钱从哪赚 我们不赚钱 一心没客户 好了 下一位 撒谎 撒谎 当我们那么诚诚地 把我们给你的这个 精英模式的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没有 这个问题 其实我希望他关注产品端 而非是这个运营端 各位 最后让倩儒说一句 今天想找什么岗位的事情 产品经理 偏社交还有移动 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 社交和移动 或者移动 来 十位去或者留 选择 要离开就离开 你说自己想不想离开 还有看旁人的意见 十位都没有离开 天生我有台 影后的流是什么呀 从我个人角度挺喜欢她的 她很可爱 单纯 直接 我本来想离开就是因为 她是一心要去互联网的 大家都没离开 我就跟她留个满汤彩杯 表示支持 谢谢 非常好 我在你这个剪辑中 看到有一句话我非常感兴 我这个留灯是为了保留 我问问题的权利 那么要说丢掉盔甲 我依然是骄傲帅气的骑士 对 所以我的问题是这样呢 就是你今天如果在台上 你是戴了所谓的什么样的盔甲 你今天有盔甲吗 我的盔甲就是说 或者你的盔甲是什么 我这里的盔甲就是说 我简历上那一大串的奖学金 还有我的那些学历学位 还是其他我获得的那些 什么证书之类的 我就是觉得没有那些证明 我一样可以很优秀 我一样可以用这个创造感兴趣 来 咱俩老虎闺蜜说的话 你在生活里面和异性交往的时候 你需要别人的保护这种状态吗 还是你会更强势 我一般不会很强势 不会很强势 我一般会迁救我的男朋友 你一般会什么 会迁救他 因为他如果发脾气 两个人吵架 两个人都不好受 两个人在一起 只是为了开心吗 就是为了能够一起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吗 这个女生作为一个理科女 然后对产品对技术 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同时她还有非常强的情商和爱上 我真的是 我崇拜她 说话很直接对不对 剑如 以后稍稍到了职场 稍微别学那么多烂个八糟的 但是有时候稍微学一点 你像我刚才说 来 喜欢剧本油品吗 夸夸她 你说我能先说最讨厌的吗 现在可以夸她了吗 夸一下 他已经不需要夸了 夸一下 夸一下 两句话 两句 特简单的两句 见面设计的还蛮好 第二年的那个 确实就是很多 就是那个货源 确实是正品有保障 好了 就是让人用的确实很舒服 不会像买鞋 如果买的不舒服 那你说是正品 但别人也不相信 就是客户的信誉 还是最重要 不像买什么 好像有一个 一个卖鞋的网站 你看又是 你说我又没问 你好好你去招人卖鞋的 那个网站去干嘛 我是想让她变得更好 因为有些问题 你瞒着掖着的话 用户指导 你瞒不了用户的 倩如觉得今天的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能够当面跟CEO交谈 还是挺好的 有些话可以直说 那你说说我的优点和缺点吧 我觉得您的口才真的非常好 而且非常和蔼可亲 我本来上台的时候非常紧张 但是今天这么一时 我就不紧张了 有缺点 有什么缺点吗 我是要改进的地方 我认识您还不到十秒钟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 不对 还不到半个小时 所以我还暂时没发现您的缺点 你是说随着认识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暴露在你的面前 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周倩如 市区市流 选择 两位离开了 两位离开 还有八位在场上 不错 倩如 谢谢 来 听职位 唱吧 陈华 唱吧提供的是一个移动 唱吧这个产品的产品助理这样一个角色 产品助理 好了买 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卖鞋那个网站 那个我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 就是我们前端的这个产品经理 前端的产品经理 好的 李舒斌先生 态度挺勇敢的嘛 就是被你说了之后 他敢于跳出来承认自己是谁 是不是 这是不是应该值得表扬一下 你夸他一下 你确实是一个 我觉得你会是一个非常好的CEO 你有这个度量 而且你有这个勇气 你还有这个魄力 所以我相信你 谢谢 好 一晚上受到所有的伤 被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一贫富 好了 贫富了 您应该说 您会成为一个更成功的CEO 因为他现在就是很好的CEO了 好 不要吹毛求疵了 和您这没什么关系 来 小心一会儿战火烧到您的身上 来 福灯集团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新项目 我们做这个就是能源管理 做一个手机端的一个APP 我不是把你当做实习杆来招 我甚至认为你可以直接做这个项目的一个 一个专员 好的 来 58同城 好 职位太成功了 来 庆柔 这个 58是一个平台型的网站 现在我们把58的业务整个帮到互联网上 我准备让你到我们的无线部门 做产品经理的实习的岗位 好 也是58我亲自带的一个部门 我们自己重视的一个部门了 好的 58的无线产品 来 当当网 当当网的产品经理方向就是商品社区产品经理 所以怎么引入社交因素又移动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前景的 好的 今天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就是聚美有品最近一段时间发展非常迅猛的一个无线端 实习生的岗位 目前无线端的人非常非常的少也非常非常的缺人 因此你去了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当花瓶 绝对是实干 好的 无线端 来 银科律所 我们就是这个在线法律服务网站的产品经理 来 爱了火 那么我给你提供就是无线事业部的这个实习产品经理 好的 思考一下 潜如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六盏灯 再见陈华 下勇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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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再见 因为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再见回谷 不好意思我只能逾两个字 对不起 我给你们小两个 向荣再见 向荣再见 向荣 倩如 再灭掉三眼灯当中的一眼灯 抱歉 再见 蔡虎 两家留着下来 跑了满 古巴同城 谈钱不伤感情 我先说你的留下我是蛮意外的 就是你真是一个有性格的一个姑娘 不 你也知道我们留下 因为最后我们选一家 对对对 不管成不成功的话都觉得很高兴 那我给你提供的这个岗位 是一个实习生的岗位 待遇是3500块钱可以日节 然后这只是实习的岗位 实习的这个待遇 等你真正过来的话 肯定是非常高的一个薪水 切荣一定是觉得刚才那个伤害我了 要补偿我一下 谢谢 我不是为了补偿你 我是希望因为 或者是因为你觉得 我们来我们在工作 这个蓝点最多 你要接受挑战 不知道是哪一点 第二点 很好 谢谢 谢谢 刘静波听我说啊 当你们那块太差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一些 来 那个我给你就是五线部的这个产品经理 实习岗位 而且 只要你愿意 毕业以后 没有考察级 只要你毕业以后 愿意进入58 年薪12万以上 这个实习期 按照我们实习期的标准来 大概是4000块钱 研究生 4000 我说 我说一点啊 就是我知道姑娘 你为什么要去58 我觉得那百58的病治好以后 还是来去美吧 姑娘就是说 你留这个姚总 我还是 就是可以想象 为什么留这个 树兵啊 有这么聊天 不是不是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这个女孩实际上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是真的有个特点 她在一个网站上 投入的感情越深 不管是爱还是恨 但本质上她是想去这家公司的 这样你为什么 把好了买留了下来 你告诉蔡虎一下 你就告诉好了买比她好 倒不是比您好 而是觉得她的人格 应该以后 挺有发展空间的 因为一个人 不是看她当前的水平 而是看她以后发展的空间 人格 盛在人格 听到了吗 谢谢 谢谢您的产品 也做得已经都好了 真的 我相信您有很多优秀的产品 谢谢 蔡虎 盛在人格 这句话是说 李树斌对你盛在人格 这句话我听了之后 而你呢就是败在人格 那个邵刚儿 特别是经历了刚才上一场受到的伤害 很高兴 非常高兴 好的 来 现在有两位留了下来 分别是好了买 和 五八同城 我觉得从刚才八个人中选两个已经够痛苦了了 对 现在还要再痛苦了 一定再选一个 也可以都不选 也可以说谢谢再见 放弃 到爱了活去看看我们的人格 啊 来 倩如 倩如你的选择是好了买 还是五八同城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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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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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选择是 五八同城 挺难受的 因为我最讨厌拒绝别人 然后特别是拒绝了那么好的企业 所以我觉得挺难受的 因为只能选一个 五年后就带过来一个文件 在五八存留实习完以后 实习完以后 会员到本的时候 早就带过来 就是这样 因为今天太好了 一定要给我发展 谢谢 带过来 少哥 不对头 今天我感觉就像一个爱情片似的 他和五八就像一个闹别扭的小情侣 我是无辜的 然后他说他喜欢我 让我冒充了男朋友 对 对 我还没听到别人说人格不好 所以刘慧普你看来还是一个很朴实的理工科生 是是是 他是一个一个策略 就是我想去你那儿 我使劲的让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得不说 倩如其实真的她是个挺直接 对很直接很优秀很优秀 很好一个女孩 对对对 因为刘慧普做了这么多的互列网站 真的是不了解女人 女人说不要就是要 女人说要就是不要 不是 静波是招到了一个好好保护 好 谢谢大家 回去吧 好好配养 回去吧 人格 不要反思 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同学 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来到这个平台上 和老板们正面的一对一的交锋 也希望有更多专业极其强大的同学 让老板们崩溃 这里是非你莫主 中国人民大学的实习生专门节目 感谢各位 下次见